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谈了这么多 其实我想知道说 你们觉得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服装的这个标准 这个服装的这个准绳呢 你觉得马来西亚需要吗 我觉得需要本人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你真的是要像个老师 如果你是一个化妆师 你就像一个化妆师 所以你一定要有符合你的身份的这个衣服 不然很奇怪啊 如果是一个老师穿短裤去教课 那学生看下去不是觉得怪怪的吗 穿得太性感这样子的话 那个小学生就会在看我老师今天怎么样穿 老师好性感哦 所以这种这种的一种普世的这种准绳服装 这准绳是已经 其实是不能品气的 其实从很多年前都已经是 一直这样子到在全世界也是这样 所以你的身份要符合 然后你去什么场合 你也是要知道说应该要怎么穿 但你觉得应该要怎样提高 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这种自觉性呢 你应该知道 我应该要知道 哦 今天我要去这个场合 我应该怎么穿 我有开口 当我看到我的助理在一些场合出现 我说你怎么这样穿 那你或者是我会跟他讲说 我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场合 我不要你穿T恤去 然后叫他回去换 所以你也是会提醒他 会不会需要的 其实最容易的一个方法 因为偶尔现在的dress code越来越多 有时候我也搞不明白是什么来的 那其实谷歌就是很好用 谷歌 谷歌 其实 就是每次我要去一个场合 就先谷歌一下 是不是要谷歌一下 我是真的 因为现在的dress code太多了 而且我是时尚人物 有时候他的dress code是很gramorous的 bring bring it back to 20th century 如果我想20th century的服装到底怎么样 我就去google 然后大概大概就抓到一点 其实我有教我的这个助手 我跟他讲说 很简单 你在你的车上 因为我们的车就是second home 你往往就是准备好 有这个court 这个大衣 我有 还有就是任何场合 如果你穿的有点 不是那么样的formal的话 但是你又需要赶着去那个地方 又没有时间回家换 你加一件外套 就很断装 其实我的家里真的是second home的 我家里有一个对对对的外套 第二件是冷的 比较耐冷的 因为有时候我会盘的 所以就是有一个百搭的东西 就是在车上 就是必备你 以凡你去不同的这个场合的时候 你就不会看起来太过的这个随便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上班族 可以随身准备的这个东西 而且我还有一件就是可以出席 就是活动的裙子 就是我衣服里面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有last minute的东西 我都可以在车里拿完就下车换就OK了 这样因为你觉得马来西亚的人会穿衣服吗 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在穿衣服的水准还算不错了 但是就是当然要看在什么地方 在城市的地方我觉得都OK 有大部分的都OK 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的一些课程 他们也有包括了就是这个course叫做Fashion Sense 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衣服 怎样穿衣服去面试啊 去工作啊 去活动啊 去晚宴啊 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注重 已经有把这个课程加进去了 有一些大学 那关于在马来西亚的穿着 如果当然是跟小地方比的话 小地方可能他们比较少机会接触到 那他们会可能比较不直接这一点 这样会比你觉得呢 马来西亚人会穿衣服吗 就是想Ambo说是看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这种是城市啊 城市区我是觉得说 大家都有那一个警觉性 因为如果你穿得太烂 你去上班啊 同事也会看着你 而且他们就注重啊 所以现在大学都有教这个课程 大学教这个课程啊 可是我们也有跟香港 好像乡下的这些安定哥啊 他们应该是不会再去上课了吧 我觉得可能新的一代 他们会比较注重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的那个 教育业业也重要了嘛 那可能这个已经是 part of the education的东西 那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大学 都有跟我们的学院做一个合作 就是他们就有过来学一些 关于基本的化妆啊 品味啊 穿衣服啊 因为我觉得真的需要 因为我自己也有做过audition 就是请一些员工 那我有发现到他们有时候真的是 面试的时候是不是 真的是会吓到的 因为你就觉得 你是从家里出来 然后穿着拖鞋走出来 这么嫩 对对对 而且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摩测的显法赛 有些来audition真的是 好像穿beach way来的也有 穿那个游鱼 在从海边走过来的 所以就是其实衣着打扮 是一种文明 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嘛 这个文化的展示 一个人有没有品位 有没有这个水准 有没有一些 怎么说社会的exposure啊 那种视野啊 你的视野 而且是一种尊敬 我觉得 是一种尊敬 是哦 你也是尊敬 除了尊敬之外 它也是展现了你个人的这个 风格 风格 然后你个人的这个视野 然后你的这个修养 去到哪里 去到什么程度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